咱们开车在路上最怕的就是爆胎 今天爆点把汽车轮胎上关乎安全的六大秘密 全部告诉你都是干货 认真看完保你一路都平安 第一 咱们在换轮胎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咱们轮胎上的这个生产日期 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团型的里面有啊 4321 它就代表咱们这个轮胎是 21年第43周生产的轮胎 因为轮胎咱们要知道 它是一个橡胶件 如果说轮胎的生产日期已经超过了一年 说明啊 它就有库存老化的风险 咱们打死不要买 因为啊 轮胎橡件放的时间越长 越容易老化 越容易开裂 对不对 所以说千万最好选择啊 轮胎在一年以内的轮胎去安装 第二个就是要看轮胎的3T指数了 这三个T开头的英文字母 就是咱们轮胎的3T指数了 第一个3T指数 它代表咱们轮胎的一个啊 耐磨性 加用轿车选择300 或者说以上了就可以 像暴地这个啊 360的啊 代表轮胎的耐磨性 非常不错 用的时间也可以说比较长 咱们选择这个啊 千万不要说选择280以下的 不然说轮胎很容易爆胎 接下来第二个 代表咱们轮胎的一个抓地力 千万不要啊 选择B级或者说以下的 选择A级或者说以上的 最好是选择双A级 那么这个轮胎的抓地力 它代表咱们轮胎啊 在丝滑路面上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这个数值越低 咱们啊 走在冰雪路面 或者说雨雪路面上 轮胎非常容易打滑 第三个T代表轮胎的一个耐高温性 咱们一定要选择A级或者说以上的 打死不要选择B级以下的 否则跑高速就有爆胎的风险 为什么呢 咱们要知道 这个轮胎是唯一与地面接触的零部件 你速度越快 它的啊 轮胎越热 越容易发展 如果说你这个级别低了的话 那么咱们跑高速非常容易爆胎 接下来第三个 一台车能跑多快 不是看咱们车里边的这个啊 码数表 而是看轮胎上面这个字母 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100W 后面这个W 它就代表咱们轮胎最高时速 是270公里每小时 如果说超过一定会爆胎 我把每个字母所对应的最高时速 做了一个表格 放在了视频的末尾 大家回去啊 对照一下 看看你的车最快能跑多快 第四点 特别的重要 咱们轮胎啊 其实啊 是翻一个正反面的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OUTSIDE 它代表咱们轮胎的一个正面 也就是说外面 如果说啊 你发现你的轮胎朝外的 不是这个O开头的英文字母 而是一串 I开头的英文字母 那么啊 代表你的轮胎装反了 很多修车师傅啊 都会忽略这个问题啊 容易装错 你要是不信 爆点啊 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啊 有个停车场 这么多车 肯定有装反的 来来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轮胎 它就属于是装反了 它把这个INSIDE 装在了咱们的轮胎的外面 大家记住啊 如果说装反了的话 会影响咱们轮胎的抓地力 在雨雪天气的时候 就有侧滑侧翻的风险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检查一下咱们轮胎 这边有没有装反 接下来第五个 就是轮胎的安全线了 很多人不知道啊 咱们如何检查 轮胎的安全线 也不知道轮胎的 一个更换标准 咱们首先啊 把轮胎向任一个方向 打出来 打死 随后呢 咱们下车去看轮胎 大家看一下 咱们的轮胎打出来以后啊 中间轮胎底部 都是有一个竖材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竖材中间 大家看一下 都有这个突起的小方块 对不对 它就是咱们轮胎的 一个警示线 也叫做安全线 如果说你发现啊 这个小方块 它的这个突起的这一部分 快要和咱们轮胎胎臂 最下面这一部分啊 磨平了以后 那么咱们的轮胎 就一定要更换了 因为啊 咱们的轮胎 它的胎臂 是有一个厚度的 如果说你磨平了 那就说明你这个轮胎啊 它已经没有 使用的时间很久了 那就必须要更换了 如果说你没有更换 不仅轮胎的防滑性很差 而且还随时有爆胎的风险 最后一个啊 就是咱们的备胎了 很多人啊 以为把这个备胎换上以后 就万事大吉了 你错了 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个备胎啊 它都是一个限速标准的 像这个啊 我们的备胎 一般最快 只能跑80公里每小时 50英里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一旦啊 不懂得的话 在任何情况下 你超过80的情况下 很容易车辆失控 甚至要爆胎 怎么样朋友们 关于轮胎的知识 你都学会了吗 如果说还要哪里不懂 或者说不明白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为你报底啊 报底尽量都会帮你解答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分享给你身边 有车的新手朋友 说不定你个人瞎到转发 关键时刻就能帮到他 报底啊 还是那句话 不求点赞 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 杀利事故 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